就是說那個14天9片那個還是持續 所以大家擔心說大量購買 沒有問題我們庫存量很夠 大家盡量買 那近來大家都蠻關心 那個有關於這個我們的口罩的政策 那基本上我們大概就大概6月1號起 我們就固定徵用800萬片 那其他的就要開放 那也高興今天我們有經濟部的部長 省部長 來跟大家再說明一下 那過去呢 我們的產能從一開始的188萬片 那透過政府的採購機器 以及民間新過的這些口罩機 陸續加入這個生產行列 我們的產能已經達到 日產能這一個2000萬片的一個產能 那疫情穩定了以後 那我們整個購買的需求也在下降之中 所以我們預估呢 未來大概我們每次的平均需求大概是在 8000萬片左右 所以從這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在庫存 充值 而且超過3億片以後 所以從6月1號 我們就改採這個定額徵用 國金退場 那這樣的話也還可以來滿足 國內的需求 那談到定額徵用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意估 國內基本需求是每日這一個800萬片 那所以我們從6月1號起 採取定額徵用的方式來滿足 國內的需求 那緊接著這一個就是所謂的 超過徵用量800萬片以上的額外的產能 這時候 我們就來開放這些口罩來內外銷 讓我們的口罩 國家隊去打世界盃 那大家關心就是市場開放 那我們同時實名制的口罩也來並存 那這樣可以說 開放了以後 6月1號 在市面上一般的通路 就可以買得到口罩 價格也未回歸市場機制 但是 我們暫時還是維持實名制的購買 讓有需求的民眾 一樣可以買到14天9片 一片5塊錢的口罩 我先做以上的一個說明 就是說那個14天9片 那個還是持續 所以大家擔心說大量購買 沒有問題 我們庫存量很夠 大家盡量買